悠悠卡逼一下 進出閘門打捷運 放上機台處置 事實上以後出門未必要帶悠悠卡 悠悠卡結合智慧穿戴功能 強調的是今天就算悠悠卡掉了 我還是能夠照搭捷運 我們現在就來實測一下 像這樣子就是扣款成功 實測智慧手環 進出閘門透過錶帶內藏的悠悠卡晶片 感應扣款 但是如果姿勢不對 或者是瞬間滑一下 就容易發生失誤 鎖定一天百萬人次搭乘的捷運通行族 戴上手環 就算悠悠卡忘了帶貨弄丟了 照樣可以打大眾交通工具 也可以當電子零錢包到超商買東西 騎汽車不方便看手機 手環表面也會通知有簡訊或者電話來了 比起買悠悠卡一張100元 而智慧手環動輒要上千 民眾又是怎麼看 當面心來講是真高 因為可能會有一些老人家 可能會忘記帶什麼的 太貴就是悠悠卡就是比較 買到比較方便 另外一款晶片是藏在這種戒指裡面 像我這樣子不用帶鑰匙逼一下 就可以解除門禁 透過NFC技術 戒指碰一下 當鑰匙進出家門 同樣原理套用在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時 能自動扣款 智慧戒指還能夠當電子名片 接觸手機瞬間將資料送給對方 跟手機螢幕解鎖 Hello Kitty造型 悠悠卡做成的手機調式也很夯 由悠悠卡公司自己發行 看著熱門穿戴裝置 整盒悠悠卡電子零錢包 商機跟著擴充 記者陳正茂周一的台北報導